这样的采访场景一定是火酒店 美国一教育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居然耳朵里插满了牙签 还与别人谈笑风声 这节目效果堪称是直接拉满 哈喽大家好我是Barry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牙签背后的秘密 那这一切呢还得从一个精神科医生讲起 20世纪80年代 有一位叫迈克尔史密斯的精神科医生 有一天他在翻阅医学相关的前沿杂志的时候 发现了一篇让他十分震惊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中国的外科医生 那这个中国医生呢平时在做手术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患者 就这些患者特别抵触全身麻醉 觉得全麻就会让自己的智力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患者一旦有选择的余地 他们是一定不会选择全麻的 不过在这些人里面呢 他们大多数都是高估了自己忍受疼痛的能力 那在这方面呢男性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觉得自己的女朋友或者自己的老婆 在做阑尾炎手术的时候 选择的是局部麻醉 很顺利的就能做下来 结果轮到自己的时候呢 也很潇洒的勾选了局部麻醉 结果在手术台上就疼得死去活来 那骑虎难下的抽搐 让自己和医生都很尴尬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 也为了照顾病人的颜面 这位中国外科医生 他在做手术前 都会往病人的耳朵里面扎紧跟针 因为根据中医的说法 这种做法可以有阵痛的效果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这份出于为患者考虑的小习惯 却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大路 就有很多患者康复之后 都过来感谢这位医生 说自己手术之后 不仅身体各方面变好了 就连这长年以来的 烟瘾和酒瘾也都消退了 本来一个人这么说 这医生还觉得没啥 后来说自己烟瘾酒瘾 甚至说自己毒瘾没了的人 都越来越多 他当时就觉得 一定不是自己的手术 把这些人的瘾给戒掉了 那么起作用的就只剩下 在手术之前 来扎在病人耳朵里的内情跟针了 于是他就把这个发现写了下来 让各位同行可以在临床中 找到那些有毒瘾的人 去验证验证 要知道当年在中国找到 一个吸毒的人 还愿意去求医的这种情况 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人却很多 所以这个事情 当时在美国就实践的很好 当年看了这篇文章的 那个美国精神科医生 麦克尔史密斯 他就在临床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发现确实有效 就是病人的毒瘾 要么减退了 要么就直接戒断了 随即他就召集了几十号人 开了一个自己的诊所 天天给别人耳朵上扎针 从此就走上了人身巅峰 与此同时 一款新型的排毒方式 开始在美国风靡 然而有意思的是 这东西在咱们这风靡的时候 已经是上千年前的事情了 《皇帝内经》中 林书编就有这样的记载 耳为踪脉之所聚 还有斜在肝 取耳筋轻脉 以去其撤 这样的说法 唐代千金药方中也记载了 取耳中学 治疗 马黄 黄胆 寒鼠 一读等名 同时 历代医学文献也有介绍 用针 揪 吸 按摩 耳道塞药 吹药等方法 刺激耳扩 以防治疾病 以望处 耳扩诊断疾病的记载 并且很多方法 一直引用直进 但是现代医学却认为 耳针疗法 是起源于法国 因为在1957年的时候 法国的医学博士 诺吉尔 在德国《真数》杂志上 发表了一个 他的重大发现 他却发现耳朵的形状 就像婴儿在胚胎时期的样子 并且他根据自己 多年的临床经验发现 耳朵并非单纯是一堆弯曲软骨 他还与人的内脏器官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因为根据他的观察 他的病人 只要内脏患病的时候 他在耳朵上就有相应的点 会出现反应 更重要的是 他还根据经验 把人体的各个部位 和耳朵对应的50多处位置 清晰地标注了出来 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 诺吉尔被称为耳学医学之父 然后当诺吉尔那篇文章火了之后 也就是1958年的时候 这篇文章传到了中国 中国的医务人员 这个时候才开始 好好地研究耳学 他们一边参考外国文献 一边挖掘古代经典 然后仅用了两年的时据 我们这边就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东方耳学图谱 并把耳学的数量 从之前的50多处 发展到了接近100多个 然后到1979年出版的 《针灸经外奇学图谱》中 收录的耳学已经有199个了 说到这儿呢 相信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惑 难道说发现的耳学 越多就越厉害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耳朵就那么点大 要在上面找到200个学位 可以说如果你用笔去 点这些学位的话 手稍微抖一下 你就能点偏 所以寻找耳学这件事情 本身就很难 再加上每多发现一种学位 就意味着极有可能 又多了一种治疗效果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翻看一下 现代耳针治疗法的各种疗效 可以说小到中暑 伤风感冒 大到糖尿病 冠心病 高血压等等几十种病症 都可以通过在 不同的耳学上扎针来进行治疗 这时候呢 相信就有人要开始质疑了 这个疗效怎么会这么夸张呢 这该不会是什么智商税吧 会不会是靠着心理作用 靠着安慰剂效应来治疗的呢 在耳朵上扎针 几乎就能治疗人体的所有疾病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直到这个叫张隐清的男人出现 人们才算是剥开了迷雾 看见了这背后的真相 1981年 张隐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 自己多年研究发现的一套理论 这直接让世界都抖了好几斗 这可能就是传统中的 鸡皮疙瘩掉一地的感觉 当时诺贝尔生理学 与医学奖的获得者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安德鲁·赫须利 直接说张隐清的理论 是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 完全值得一个诺贝尔奖 张隐清的理论就像是细胞的发现 在生物学史上所起的作用一样 你很难想象 提出这样一个轰动世界理论的人 他竟然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仅仅是高中毕业 当年张隐清在内蒙古草原 当知青的时候 他就无意中接触到了 针灸和中医 那个时候他观察老中医 给别人看诊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他就特别不能理解 有的病人说自己的左肩膀酸疼 那这个老中医呢 就让张隐清打把手 帮忙捏这个病人的右肩膀 那有的病人说自己腰酸背疼 这个老中医呢 就在别人的腿上一通按 那病人说自己的头疼 老中医又跑到脚上 给别人一通按 然后就是膝痛按手肘 坐骨神经痛按肩膀 等等这样的奇葩操作 后来呢 他就自己尝试 针灸自己左腿足三里这个学位 结果发现 自己右腿足三里这个位置 开始发热 随即呢 他就问这个老中医啊 为啥你们这些中医治病 总是歪打正着呢 老中医则表示 自己是按照古书当中 记载的方法 来进行实际操作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皇帝内经 就张颖心回去之后 就开始研读皇帝内经 发现里面确实记载有 这个弃反者 病在上取之下 病在下取之上 病在中傍取之 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个呢 也就是后来中医所说的 上病下治 下病上治 左病右治 右病左治 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个理念就更加奇怪了 对吧 因为按照西医的观念 你哪病了就该治哪 怎么可能出现上面病了 治下面 左边病了 治右边 这样的情况呢 但中医还就这样治了几千年 你还比说还有效 所以这件事情 就在张颖心心中 埋下了一颗种子 他呢就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人体的这个上下左右 居然可以互相影响 后来他在内蒙古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的时期 研读过很多科学论文后 他就顿悟了 他原本以为人体是上下左右 可以互相影响 但是后面他发现 这本质上 其实是局部在影响整体的一种表现 甚至可以说是局部决定了整体 就像我们生物都是通过DNA发展而来 而生物的每个细胞都包含了 能发展出完整个体的一整套遗传信息 也就是一整套DNA 这呢其实就是我们能实现 克隆生物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这种一个局部碎片 就能包含整体的所有信息的特点 就像是全息相片一样 因此张颖心给他后面的理论 就命名为生物全息率 在这套理论当中 他认为生物体中每个具有特殊功能 又相对独立的局部 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信息 他将这些独立的局部 称为全息源 全息源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就是生物整体的一个缩影 比如人体上肢公骨 五块掌骨和下肢的公骨 小腿骨等等都是全息源 都包含了人体的所有信息 所以人一旦拿出了问题 这些病变的信息 就会反映在所有的全息源上面 张颖心也是以此为基础 开创了生物全息疗法 是以人体第二掌骨这个全息源 作为切入点 把第二掌骨和人体各个部位的 对应关系确定下来 那这些位置就被称为是全息穴位 那根据这些全息穴位压痛点的有无和位置 就能确定身上哪些部位 或者哪些器官有病或者无病 并且在这些全息穴位上进行征词或者按摩 就可以达到治疗人体对应部位 或者器官疾病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回看之前提到的耳针疗法 我们会发现耳针疗法之所以有效 就是因为耳朵它其实就是一个全息源 你对耳朵这个局部的全息源做处理 它就能影响到人体这个整体 那么这里的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对局部的全息源做处理 它就会影响到整体呢 这会不会就像咱们之前在量子纠缠那期视频里面讲到的 局部的全息源和整体之间 它其实更深层次存在着一种量子纠缠的关系 Peace 感谢观看